杨晨玲在10月1日当天突然忽发奇想 在微博声称以前觉得时间不够 因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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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觉得时间不够 因为工作家人朋友恋爱 这样的转变很好 让人怀疑她等于公开自己与王子的恋情 事后她补充 那只是自己对于未来人生的一个规划 并不等于自己已经找到了另一半 那我觉得在分配时间上面 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平均分配 因为我明年就要30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纪去考虑到这么多 然后分享给大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是蛮鼓励所有的人 都不要只是曾经在工作里面 虽然立即为大家的怀疑降温 但是其实一直以来 杨晨玲除了爱情恋爱之外 她的工作家人和朋友都维系得很好 而且统统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进行 让人更加觉得她要刻意隐瞒恋情 加上最近无尊 终于承认自己有老婆和孩子的事件 更加让人怀疑杨晨玲有秘密行动在进行着 因为结婚就是一个终极目标嘛 那中间我觉得不需要交代太多啊 对啊 有很多 有很多东西 本来就是真真假假 那我觉得你每一次都交代 其实会忽略了自己的工作 那我们工作那么辛苦 当然还是希望交点放在我们的努力上面 所以当然结婚的话不一样啊 因为16岁就在这一行了 大家是看着我长大的 所以我希望分享自己的喜悦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无论是明恋还是暗恋 无论是大婚还是隐婚 只要是关心杨晨玲的 相信都会希望她得到幸福 但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王子呢 杨晨玲的答案胡之欲出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不会去看她是圈内或圈外的 我觉得只要感觉对了 然后彼此是相爱的觉得最重要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大家好我是鲜鲜 好